大家好,我是郭德豪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职场 我真是太讨厌职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人一进入职场 他的废话就变得特别的多 你们看过公司的微信群吗 只要领导在里面发一条消息 或者发一个链接下面就一堆废话 是吧 领导发一个链接 他们手动 鲜花 大拇指 拥抱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嘿哈 有病 这帮人发废话的速度太快了 我怀疑这帮人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领导发那个链接 他都没有点进去 我特别害怕有一天 领导在群里发一个家里亲人对癌症的水滴筹 下面一群人 大拇指 嘿哈 我现在也是职场的老油条了 领导发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看 现在群里只要一有人发大拇指 我就跟两个大拇指 我就管上 后头发三个大拇指 打你 整个公司没有人说真话 人人都在发大拇指 这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令人发指 我讨厌职场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的工作废话也特别的多 我之前的工作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主持一档家喻户晓的节目 电视购物 有朋友看过电视购物的吗 有 现在来一些老年的朋友吧 电视购物废话太多了 我每天就要产比要说无数句的废话 什么灵者糖 无添加 非而不逆有回甘 现在看到吃 我就入口即化 看到喝到我就欠你的一心皮 有一次卖冰淇淋 我一上台我直接脱口而出 我说 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入口即化 颖导一听都懵了 我说 好 你在那扯什么蛋呢 跟那 冰淇淋它不入口也化呀 化在嘴里什么 感觉快来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说化在嘴里 化在嘴里 欠人心皮 可以可以可以 当然其实我也不喜欢说这些老词是吧 我也要说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形容词 是吧 比如 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 绝绝子 YYDS 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什么都卖 哪天我卖个圣宝片 您吃完这个保证您绝绝子 因为节目受众的原因呢 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年轻的女孩了 我身边都是一些六七十岁的阿姨 那段时间年轻的女生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我真想做中老年妇女心中的李佳琪 但李佳琪那一套是没有办法让阿姨们下单的 比如李佳琪会说什么 李佳琪会说 Oh my God 我就不能用 因为阿姨听不懂 我就给翻译了一下 每一次我想表达感叹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的个娘嘞 我的个亲娘嘞 李佳琪还说宝宝们 宝宝们 我也不行 我的宝宝都快四世同堂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李佳琪是 Oh my God 我的宝宝们 我是我的个娘嘞 我的老baby 可能有朋友会纳闷 为什么电视歌舞都这么得浮夸 很简单 卖不出去商品 我们就只能开始演小品 接着一次我们卖了个眼霜 号称一次体拉面容瞬间紧致 皱纹立刻消失 为了证明真实性呢 我们请开了一位 青春亮丽的模特 这个模特呢 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姨 我大胆在旁边 来 朋友们看一下 阿姨脸上这不是有皱纹吗 我们只要用这个眼霜啊 轻轻地这么一提拉 这个阿姨瞬间心领神会 我当时想获得穿剧变脸了 我发现不对啊 就算你眼睛瞪得再大 你也会累啊 是吧 那怎么能保持得这么持久呢 我上去摸了一下 我发现他抹的根本就不是眼霜 他是为了节目效果 在阿姨脸上抹了半瓶胶水 我说那你这谁提拉谁紧致啊 是吧 杀皮狗一提拉 柴犬 是吧 增益一提拉 增益渴了 一月的尾巴留下来 弹总说 那我也想提拉一下 来 李弹一提拉 不提也罢 这么整整四十分钟 那个阿姨怎么一直被沾 沾得跟个门神似的 全成谁的小眼睛 没有看老师 是吧 当时我就说不了 电视直播 我差点笑出声 是吧 那个旁边那个搭档还问我呢 郭正豪 你就说这个脸霜 年轻不年轻 我说轻不轻 我是不知道 但年是真的年 谢谢大家 我是郭正豪 谢谢 你们好 我叫邱瑞 是个程序员 为什么 这有什么的 这有什么好的 我们这程序员也太多了 不值得这个掌声 我觉得我跟长豪比 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 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 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 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 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 当王涛 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围马 还是在纸上骂怀 我这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的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 那个人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趁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 着闭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那么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吃坑吃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稳了 有一天都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我被窝里 薅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名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ay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ea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 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优质风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ea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才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就别末位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临总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崔崔 谢谢你们 崔崔 我的好风格 很贵啊 他敢卖下来就 谢谢邱瑞 喜欢邱瑞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大家好 我是沐浪 我在外面看 我就在想 看见没有 不要轻易惹程序员 是吧 这太好了 我刚才在上面看 我就觉得 我老了 我觉得 凤凰传奇怎么这么好听啊 其实凤凰传奇有粉丝其实不意外 但是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说他是增益的尾粉 就只喜欢增益是增益的尾粉 然后你知道增益的尾粉去找喜欢增益的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至少增益唱Rap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 我唱Rap你们也听得清啊 关键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哈圈这些事了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跟以前的年轻人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 他永远不工作 前段时间我在马路边喝酒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呢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长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对吧 至少 赫拉他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边赛诗人了 是吧 然后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机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我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啊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啊 对我来说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这事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 这是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要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 你说脱口秀 竟然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 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要李战跟我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 我肯定说 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 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 带回了家呀 太早了 他给拍灯点有点多 都无灯可拍 李战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 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 你只能占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 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多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 就是总有阵想害刁民 所以说 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 你给钱 我加班 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 然后呢 他说 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 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 我上班消费饭 我这叫职场化缘 化缘 化缘 讲究的是一个缘 你老板遇到我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的节 赶好应该就走了 赶好应该就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无声的 我之前家里 我亲戚的孩子 毕业说 去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 你知道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他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都说上市公司 卖可卖可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可 他们发股份 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类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妈打电话问他 说干打压 他说多的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十分钟 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 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 老板在骗他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 全天下老板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师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期权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 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你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的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二十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呦呦呦呦呦 一直只知道 做自己分店的事 但是怎么样了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对于老板来说 对吧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 狼就是羊 对吧 好了 接待一下湖兰 他的效果比特别大了 不好说 感谢湖兰 喜欢湖兰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 走票 忽兰你老说那个 曾益是你们rapper 之间的diss吗 是不是 我们 peace peace 已经不剩几个人了 你这个 没剩几个人了 我就觉得 他说的那个就是 一个一个接 再一个梗的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稳 而且就是让你感觉到 越听越想听 就是他那个逻辑思维 让你听得就是特别的 就是 觉得有逻辑 就觉得 这种应该是什么一种感觉呢 语言怎么说 就是有逻辑啊 对啊 对对对 诗人 你担心是诗人 就听进去了 就不光有逻辑 情绪顶得也很高涨 尤其是说到每个部分的时候 感觉 哎呀 这个灯不够拍呀 对 但是你说得非常好 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这个舒适圈里面 我告诉你 这叫眼光 跟老板 站好或者怎么样 你吐那么多也没用 眼光好 找一个好搭档 是 真的 我们智产也叫赖着不走 你对前辈你自动点 谢谢 我是觉得 实际你可以说的特别好 你冠军的料你知道吗 但是 但我感觉到有一些点 就是 就是太随意了 就被你说没了 哦 因为点多 所以是随便扔几个也 我是觉得护兰的情商真的好高啊 真的吗 护兰的RAP水平 那他就真高 你知道吗 曾毅老师 听过吗 我没听过 曾毅老师作为中国说唱 说唱教父 你听过他的那个 别听别听 别听 求你别听 今天要掰头对不对 来 第一位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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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不了 就不提RAP这事了 就这样的 曾毅老师是 永远的事 护兰刚刚说得很好 不管什么工作 要试试才知道 满不满意 就像我们 瓜子二手车 试开七天 不满意 可以免费退 也鼓励忽兰多尝试 但只有RAP 不能试了 试试 试试 那我们先恭喜忽兰 获得了四个领向员的拍灯 好 这一组三位都演完了 让我们请这边两位朋友 来到舞台中央 好的 我们公布三位最终的得票情况 今天表现的正常发挥 挺开心的 我感觉我这场上挺稳的 我设计的所有东西都小 今天表现其实基本上达到了我的要求 然后再赏 就看邱瑞和沐南森能到一百九了 我就忽兰了 你说邱瑞 我喜欢忽兰这一套 我喜欢邱瑞 我也觉得邱瑞好 好的我们来公布票数 一百 就 哦 就差一奖啊 我们首先恭喜忽兰一百八九票 晋级上位区 邱瑞晋级上位区 恭喜 邱瑞的状态 现在看见特别的稳定 然后他会有创作能力 你只要具备这两点 你就能走得很远 啊忽兰就不要讲了 他就是就是 无论是气场把控这个节奏 今年 我认为 有可能是冠军